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到联发科天机8200 这颗芯片终于公宣了 目前它已经正式公宣在12月1号 正式发布这个全新的CPU 包括GPU的升级幅度 确实是比较不错的 毕竟这个处理器 目前主打还是一个终端手机的神器 毕竟高通在这个领域已经彻底摆烂了 用的还是目前用了非常久的一个高通870 对比联发科这边 确实我觉得比较的一般 除了这些之外 目前的这个全新的处理器 已经正式公宣了首发的一个机型 也就是iQOO刚刚公宣的一个青春版本 并且这一次最高的一个主频 更是来到3.1Hz 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 起码性能方面的一个提升 我觉得还是比较高 而且目前这个处理器搭配的一个机型 已经正式公宣了 不管是外观包括配置 而且主打还是一个2000出头一点点的一个价格区间 也就是证明比起高通这边的一个挤牙膏 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了 感谢收看